旁邊的電話 有電話 有個維修巴士維新站有關 為了珠寶空入 你不要給他刺激 差不多要結束了 跟邊朝問差不多結束了 笑得抽筋 你趁這個時間是否有核彈 好 這一篇就有 一位叫屎嫂的人寫給我 事錦迪今天趕時間上班 坐西鐵在車上有空位 當然是一個屁股抬起坐 途中有個肥佬坐過來 起初不以為 而誰知左左下肥佬開始散發濃郁的臭味 那種臭味相信幾十年都沒有沖過糧 都有人相信 如果你要我給分 最臭十個臭 這個肥佬起碼有十二個臭 唉 心想他很快下車 誰知他越坐越近 越坐越臭 我即時心思不妙 又向WhatsApp眾神 扣救了 有什麼方法可以不室自然地離開肥佬 我嗨嗨的朋友提議 就打給我 叫我假裝發現他在前卡 所以走去找他 我免得麻煩他打電話 況且接電話時說話都會吸入大量氣味 所以我就不用了 唉 誰知那個肥佬得寸盡邪 在我的肩上 扣頭 我彷彿自身在公廁看到落雪的景象 我以為不說 立刻開WhatsApp叫我朋友打來 還叫他快 當我已經準備好手勢 按接聽制的時候 接著下來 就好像喬爾等著艾利救家 好了 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吃屎 還沒打給我 八叔四天破關訪婚 就比你這契弟快 我就打開WhatsApp 看看 他還沒打來 怎知收到一句 啊得了 我心想 嗨你這個嗨嗨仔 什麼得了 我就快疾死了 這一刻 我心情就好像德國瘋小孩 這樣想一眼打爆的電話 接著 接著 再打一句 就說 打不通啊 我仿然大誤 我不記得 因為 看達叔已經爆了流量 所以轉了媽媽的電話卡 我恥笑自己之際 又不自覺吸人大量臭氣 天啊 頂不信 立刻 人急自身 對著電話大喊 什麼啊 你的前卡 我立刻找你 然後頭也不回 就 啊 跑走了 如果再走遲半步 我想會被個肥佬 焗死 明天的頭條 會寫著一名中國籍女 只懷疑 在西鐵內被臭死 怨 差不多到此為止 你看 我們被核彈炸到這樣 我整個身體都是怨 那我們明天再見 crossing 這個 迎面 去 要 再 讓 你 出